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今天 分析台中第二场的这个活动 那我是主持人,我是阿斌 那在活动开始之前 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一项这个活动的缘由 因为是配合清美艺术季 那我们这边清美和尚聚肉Lag 这边有做一个Open Studio的活动 那我的工作室是在第二间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申请的部分 有这个文字创作跟音乐策展 然后所以也有了这个系列的活动 那这次的我邀请了五个单位 来做市场的讲座 那这五个单位都是 这两年在台中比较新兴的一个单位 然后他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非常棒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就是他们也很帮忙 愿意来参加这次的讲座 然后就把它创在一起 那让你来做一个推荐 那也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 其他单位的朋友互相交流 包括有后面两场的讲师 还有我们的宣传影片的配乐 也有在现场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 我们这个日光苏打的 Kent跟Wayle 那大家国长欢迎他们 谢谢 大家好我是Wayle 大家好我是Alo Ken 那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很专业的讲师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 我们有做简报 我们就是照着简报的讲 然后介绍说我们 为什么会开始办日光苏的企业 然后我们就下面就接下来开始 那其实这是我们办这些活动的一个 算是一个slogan 就是我们是希望说电子音乐 它并不是只能在夜店 因为其实我们三十几岁 你说要我们去夜店听电子音乐 老师讲有点dang 所以我们就是发起了这个活动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去听电子音乐 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是 Alo的人 就我们开了一间咖啡馆跟设计工作室 那平常我们是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 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开了第一间咖啡馆 那我们同时就是办很多 不同的艺文活动的这个空间 然后打个茶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刚好 我们咖啡馆工作的女友来 然后又为大家准备一些品点 可以享用这样子 然后这个主要来讲的话 应该看有没有来过我们咖啡馆 如果没有大致介绍一下 只是我们一楼空间来讲 是我们的一个咖啡 然后或者是下午茶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地下室的部分会有展览 例如或者是一些办活动的空间 然后这是我们一楼的后面 你走进去店里面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吧檀 在左下角那边 然后这是我们的门口 主要来讲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所组成的成员 然后那个左上角那个就是我 我主要是负责可能是整个设计案的 种专案的计划 然后还有一些店里面大家瞧瞧的事情 应该是说我自称自己是打杂的这样子 然后右上角这是我们空间设计师 他叫 Ian 然后右下角这个臭烟的就是我们的胃 然后这两个是我们很可爱的店员 那刚好来就是在后面那边 可以挥个手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 这个我们的计划开始就是 Alo Music Project 然后接下来的话 请为了介绍一下 应该说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着迷于DJ的文化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除了去听音乐 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留住自己喜欢的音乐的尸体 那这是一个传奇音乐DJ 他是说如果你要叫自己DJ 你起码要有1000张以上的唱片收藏 这表示说你必须要听得很广 你必须要听各种音乐的类型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要去接收它 那这是一对那个比利时的DJ 他们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 他们平常都在这边听音乐 那老实讲 我们目前所收藏的唱片 还没有到那么夸张 对 那表示说我们其实听得越多 也会发现出这个世界越大 然后我们一直在做这些活动 不光是因为要介绍各种不同的音乐 给台中的朋友 而不是希望说 你们大家只知道电子音乐 只知道夜店 那这就是那对那个比利时的DJ兄弟长 他的TOO MANY DJs 那我们下面开始介绍说 我们是如何展开日光书党这个活动 这边其实 应该大家很想了解一下 怎么开始这个原有的部分 那其实是说 那其实是说 其实我们一般 我们自己在做工作设计 然后 就是 你在同个领域下面 在一直工作的话 会觉得好像 就是会一直通过 其实不管是说 你有多大的兴趣 或者是热忱 你到一定的 这个阶段 一定会觉得很累 那 那我们一开始 就是 其实 我听音乐是 其实为由他们 为由他启发我们 然后去 认识这些电子乐 或者是 一些音乐类型 这样子 然后 刚好 我 我家有一台这个 大零五百 就是台湾之的 那个是我爸留下来的 就是他在 他其实在 他学生的时代 也是带着这一台 然后到处去放音乐 就是 可能那时候很流行 那个 disco 然后他就会带着这一台 然后到学校 或是那里去放音乐 那时候是这样子 去放音乐 然后 这个在 我在十年前 在我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把它 拿回来 就是 整理 然后 就是维修过 那时候 我有 我有就是做这个动作 然后 但是 会遇到一个 一点就是说 诶 好像唱片类型 都是很老 或者是说 有某一些特定类型 才找得到 因为那时候 学生是他还不知道 所以 可能就是 熟一些老唱片 或什么来听 然后 到现在为止 两年前 我有把它搬到这边来 然后刚好 我们 鞋对面有一间 蓝色唱片行 又请他来做一次 那个 JJ哥做一次 那个调整的部分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 就是进行到 我们的音乐之旅 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第一场所办的DJ活动是跟台北一个 一个团队叫做2.59 他们是由乐频 然后由一个唱片行的老板所组成的一个DJ团队 那 这边就是他们的成员 那 其实这个晚上蛮有趣的啦 就是我们 邀请了台中各界的朋友来参加 然后去听他们 帮我们做一整晚上的选曲 然后 也介绍做不同的音乐类型 包括可能独立摇滚 然后国外各种乐团的东西 对 这个大概应该两年前 这个大概应该两年前 对 然后 办了那个活动之后 我们开始跟台中在地的一些音乐人有连结 对 然后包括说认识了林强 那因为林强的关系 我们就展开了这个系列活动 然后 这个系列活动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是有林强跟一位瑞士人 所一起举办的这样子 对 然后他 我们这一场活动的一个主旨 是我们希望做音乐跟生活之间的连结 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只是去听音乐而已 而是因为这位瑞士人他平常 他在台湾是做有机食品的一个影镜这样子 所以他就展示他的产品 然后林强展示他的音乐 然后做一个结合 那 我们来聊一下说 日光苏打平常到底得来做什么事情 那 其实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是找台湾各地不同的DJ 那我们相信他选取的品位 我们相信他的音乐素养 然后所以我们的表演 那这是我们举办日光苏打大概两年以来所邀请过的DJ 然后我们其实也办一些专题的音乐讲座 包括说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然后我们会希望要求来演讲的人 他在会后能够做DJ的放歌给参加的朋友 因为老实上只听讲座我们很难 有时候很难了解说音乐的内容跟类型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 这个讲座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来讲的人 一定要会放歌这样子 然后在店里面也会举办一些 比较live的活动 比较早之前我们要找起歌 然后最近的律师与还有我们的好友Edney 来做一个现场的演出 然后这边演出有在地下室 也有在一楼跟大家互动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接着呢 因为这活动 我们在想说 好像都一直办在我们店里面 应该 如果是说要跟一个 就是说生活做结合的话 是不是要让更多人去了解 所以我们渐渐的把活动 可能移到户外 就移到别的地方 大家要看得到地方 像这边是高雄的U咖啡 然后这边是我们跟那个品乐东海 那时候办一个市集活动 然后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在现场做音乐的播放 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在讲我们是怎么样做选曲这个动作 我这边我稍微讲一下这些图就是 选曲呢 其实 跟我自己的兴趣 比如说大家喜欢摄影的 或者用拍照的 那我这拍的照片就是我自己拍的 然后其实我拍的 我就很喜欢就是这种比较模糊感 就是它不会被定义或者是说 它没有任何可能技术层面或在里面 我只是希望说就是 有一个感觉能够自己去去想或怎么样的 很像第一章的部分 就是它其实是有故事的啦 就是那时候我刚好跟我老婆吵架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 我那个开车就油门踩着就到基隆 然后那一天其实一直在打雷 然后我都在看到渔船 然后其实就这样子就拍下这样的照片 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天空的那种渐层的感觉 或者是这种迷路的感觉 所以我在想说就是 有很多东西不论是视觉的 或者是说听觉一定会影响到自己 喜欢音乐的类型是怎么样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也是 也是我所拍的一些照片 只是我刚才拍的照片跟这片照片 其实都是在台湾 其实我觉得台湾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值得大家去找那种感觉 那其实这些照片 其实我自己就是 就是会影响到说 我之后可能听音乐的一些感觉 我也是比较喜欢那种音乐是 不会被局限 或者是说一定要多厉害 其实音乐这种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没有很厉害 或者是说很高竿 在去说自己在做这些东西 或者是在办这些活动 就是我只是要跟各位说 你们会有你们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只是 你们就是自己去发掘自己爱的东西 那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只是我们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或者是听的东西 就是 非常 非常就是 就是 乐意的跟大家分享 然后 这是我们今年的五月份 在台中的大坑那边 所办的一场户外的活动 那它是结合一个植物园 跟电子音乐的 然后 因为那天下雨 所以我们把DJ台移到室内去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现场的观众 他们都非常的投入在 每位DJ表演的世界 那 这个计划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 因为我们认识这个植物园的老板 那他平常也是听很多 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 那 就去聊一聊聊一聊 我们会觉得说 那何不 我们在这边 试看看说 办这样的活动 对来访的人来说 会有 他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 找了 这几位DJ 来现场表演 然后 还有专业的影响 然后还有找一些台商 这样子 那 呃 我们目前仍然是希望说 这样的活动 我们是 一直都是秉持着 免费入场的心态 我们希望如果来 参加的朋友 他可以打开自己的耳朵 可以卸掉自己的心房 不管你喜不喜欢DJ的活动 嗯 你应该是来吸收 不同的东西 包括你去 参加不同的活动 或是一样 然后 这边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说 呃 其实我们 跟蓝色唱片堂的 关系是 就合作伙伴 那 可以 掃描一下 那 然后 这是 又像老师 那个蓝色唱片行的老板 JJ 然后 包括说其实 他 帮助我们 的事情 有很多 包括说 有时候 找不到DJ 或者是 有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 专业器材上面的需求 都是 其他方的 处理 然后 包括说 嗯 我们需要买唱片 我们要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都是 找他帮忙 你知道 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对 然后 再来是 呃 我们的好朋友 一个好朋友 他在台北 他平常是担任保读 跟录音师的工作 对 那这是他个人的那个 部落格 那 呃 其实 这个部落格是 由我跟他一起 撰写的 就我们会分享 我们平常所听的音乐的类型 然后 然后 包括最近我们也在帮 那个台北的小白兔 因为他们接下来 9月10月会办一个 呃 P Festival的系列的 音乐活动 对 那我们也是帮这些系列活动 可以写一些文案啊 然后做宣传 这样子 然后最后还是要 不免要广告一下 我们下一场的那个 云顶之音 也是在同样的地方 那 家长时间是在 9月24 就是 中秋节 烤完肉之后 对 然后我们是希望 我们一样是免费入场的 对 那 就是跟我们的 那个粉丝专业私讯 做报名的工作 就可以免费入场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 谈犯去 这样子 对 那希望说 呃 今天来参加朋友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这也是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我们除了做可能DJ的演出之外 还有邀请到台湾一位 台中一位蛮厉害的那个年轻的音乐家加入演出 然后他是做现场配音的 然后他今天也有来 对 对 对 我们这次会做Live的东西 所以希望说 大家可以 来看看 原来台中 其实有这么多厉害的音乐的人 对 不是那么无聊 因为我们一开始 展开这个活动就是 觉得 听音乐 我们不要只会去夜店 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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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 呃 因为下半场的话 他们两位会 播放音乐 给大家听这样子 那我在想说 在 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在听的过程 有一些 疑问 我想要请教人 就是说 呃 因为他们第一场活动 我就有去 就是 还在讨论的时候 那 其实一开始 会比较感觉就是说 就是自己喜欢音乐 然后自己办个活动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今年 不管是东海 就是 等于是说 到一个地方 东海 或者是到高雄 或者是像 云顶之一的活动这样子 那 以你们 呃 来说 呃 就是 是怎样的契机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然后 被受邀 或者是说 有 不同的单位可以一起合作 我想要 来请能不能分享这个部分 其实 呃 包括说 跟高雄那边的合作 或者是做中海那边的 呃 呃 比较中海的活动 呃 其实都是 一开始都是 应该说 他们相信我们 对于 音乐的挑选 并不是 因为 算是说 我们是推动 我们是听很多电子音乐 但是我们是相信说 电子音乐 它可以跟不同的场域 跟不同的东西做结合 对 然后我们是希望 这个东西是富有生活感的 它可以跟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 串在一起 并不是 只是单纯的 我只是去跳舞 包括说 其实我们 我们在办第一场 日光树打的时候 呃 有喝醉的人来跳舞 对 就是要喝完啤酒 然后很开心的 在我们跳舞这样 然后 因为我们 呃 第一场办完之后 就会跟 可能林强啊 跟 JJ这样子开会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 做这些事情 并不是为了要讨好那些 跳舞的人 我们是希望说 呃 这一类的东西 它可以更 内化的去 发展 并不是 我跳完舞 听完音乐 好喝醉了 然后我就忘了 这些东西这样 对 我们是觉得 音乐这些东西 都是由 内而外去 发展的 对 那我们希望说 听这些也一样 我们刚才说的 的契机 那刚才你有提到 是说 你希望这些音乐 然后可以跟 生活 这方面都结合 可以再多说 这一方面的 能接合的方式 嗯 呃 其实我们平常 最主要从事的工作 是设计工作 那 我们 会觉得 音乐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跟 生活做连结 一定是 觉得 音乐它并不是 那么高高在上的东西 而是 它可以 它要透过生活中 不同的面向 各种的故事 去串在一起 然后对人 才会有 意义 就今天这首歌 可能在你生命中 发现哪些 发生哪些故事 带给你 哪些回忆 或者说 跟生活中 比如说 我们办 跟有机食材的结合 那种 边吃东西 我们边听音乐 那对 嗯 爱吃的台湾 台湾 尤其是台中人来说 它是一个更容易去 清净 大众的机会 这样子 然后 还想到 请问一下就是 那个 关于票价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有 有说 像 这一场 包括 其实包括上一场 也都是 只要报名 然后 现场其实不需要费的 也就是说 你其实人过去 然后 你不消费是可以 可是你就可以 听很多 不懂DJ的演书 这样子 那 之前的 在地 阿罗里面是有 收费的这样子 那 会做这样的决定 还有就是说 因为 必须办法 都有需要一些 成本的 的付出 对 包括我们小小的讲座 这样子 我们有准备天 都有一些成本这样子 那在这方面 你们如何去做一个 平衡 像是 先不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在 如果说是在我们自己的 咖啡馆的话 因为我们会提供甜点 跟饮料给观众朋友 所以其实他们 的门票钱是用来 吃吃喝喝 对 然后他们可以 能够的听音乐这样子 那 拉到这边来 因为那个场地蛮大 然后 然后 我们就邀请了不同的摊商 我们觉得品质不错的摊商 来 那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免费的入场去听音乐 那跟这些摊商消费 对 然后 应该说打造一个不同的生态圈 让大家可以去结清这些东西 对 那平常其实 我们办这些活动都是 自己掏钱来办的 对 可能邀请DJ 每一位DJ 包括有名的 然后 那些可能 专业的 影响设备 什么的 都是要自己掏钱办 然后 老实讲 不然到目前我们还是赔钱的 应该 应该不是做赔钱 而是就是 因为我们 平常的工作是做设计案 那我们就是把一部分设计案的结余 来做这些音乐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那个 事实上是由设计公司来 来 来 不要说支撑 来 来另外来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把一些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 对 那所以就是有一份好的 那个正职工作系 很重要的 黑气之恨 就是大家的兴趣 这样子 那 在DJ群里面 有一个是 大家会比较熟悉 就是领抢 这样子 那要不要来聊一下 跟领抢的合作的机缘 还有就是说 跟这个领抢工作 比如说你刚才有提到开破 这样子 他有没有比较 在意你的地方 这样子 那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因为现在领抢 他平常都是 他现在 搬回来台中 那他 之前都是在台北做电影配乐的工作 然后 这几年回来台中之后 就 有继续联络上 这样子 那 也因为有这个场地 然后 我们开始想办这些活动 然后邀请到他来 那 平常私底下 也会聊很多 关于 呃 在台湾的音乐的事情 这样 他不是聊八卦 可能是聊一些比较专业的 比如说他平常 嗯 他从事电影配乐的工作 然后他会监视到的那些人 跟那些故事 对 那 他的 嗯 到目前来说 我们邀请他来表演 他还是 他会 做一些旋循的东西 这样 那 这一场活动的话 那我们是希望说 欸 林良大哥他可以 他可以 我们 勃兰的要求 就是要 要求他 就是可以帮他自己 为电影 配乐 創作的东西 对 那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合跳舞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就算今天大家 没有看那些电影 他还是有机会 接触到说 哦 原来台湾 有这种接触的音乐 他的作品 这样子 对 那 平常 呃 因为活动跟他开会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听他在讲 一些故事 对 包括说他可能以前在台北 也是办一些奇怪怪的活动 然后 结束到的那些人群 然后 还有一些故事 这样 对 所以他们 所以我们在合作的过程 才会一直 希望说 我们 我们喜欢音乐 我们喜欢电子音乐 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那些跳舞的人去服务他们 所以我们才开始办了这样子的活动 对 好 那 呃 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 那现场朋友有没有问题 提问一下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来休息十分钟 我们场地稍微再 再布置一下 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 那么一样 好